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来要被搜寻的栏位 然后开始搜寻的位置 所以第一题呢 题目是找DO在JustDoIt中的第几个位置出现 在这里接打等于 然后FIND 左刮胡 那你要找的文字是这个DO 记得字串要用双引号包起来 再来找的栏位 那找栏位我找这里好了 好那我等一下再打进去 那从第几个开始呢 这个是选择性的所以你也可以不打 不打他就是从最前面开始 那这个因为现在是空白的嘛 那我就把这个JustDoIt复制出来 然后贴进来 然后贴进来 这样他就会找到是第六个 那第六个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最前面开始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个开始 好那这个就是第一题 那假设呢我要找这个T 这个T 里面有出现两次嘛 所以我这个 这边是找DO 那第二个是找T 等于FIND 找T 搜寻这一格 那如果后面不打的话 他会出现一二三四 会出现第四个嘛 因为我是从最前面开始找 那如果我要从第四个开始找呢 他就会找到后面哪一个才对哦 OK 我现在是从第五个开始找 所以就是 从一二三四五 从 这个开始找 就是这个空白开始往后找 那后面这个是 在这个里面的第十个位置 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个 好 所以这个开始的位置就看 那你是要找第几组这样子 那再来第二题 找A 在这个Banana中的第几个位置出现 那其实这一题要讲的呢 其实就跟这个T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B A NANA Banana 那我要找这个A D 然后 找这个A A 这样 那他应该出现2 那如果我要找第二个A呢 那我就是要在后面 去变工我们的搜寻起始的位置 从第三个开始找 他就会找到第四个 那因为里面有三个A 所以 5 3 4 5 从第五个开始找 诶 这样 第六个 好 那各位要注意就是这个Find呢 他 在搜寻的文字的部分 他有分大小写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找大写的DO 他会找不到 这个有分大小写 那如果你 不需要分大小写的话呢 你就要使用到这个 search的功能 search 他是没有分大小写的 那基本上呢 这个题目跟前面的Find的题目一模一样 所以我这边先 贴上justdoit 然后这个放程式 等于 search 再来要搜寻的文字 那我这边就打大写的DO 再来是 搜寻哪一格呢 这一格 好 那后面这个我就 省略 那这样他还是找得到的 好 这就是部分大小写 那下面这个banana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两个最主要猜就是大小写的问题 那大写的A 再来找这一格 那后面这个 就不打了 好 那找到第二个 那基本上 后面这个选择性的参数呢 你要打也可以啊 就是跟Find是都一模一样的 好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是跟各位说明这个Find跟search 它的使用方法跟差异 就是大小写的问题 好那我再补充一下 上一个章节提到的这个left mid跟right取字的功能呢 我有提到要跟这个Find跟search来做搭配 好那我现在是在Find的页面 那要怎样搭配呢 其实搭配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mid的功能 那我要取字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应用 应用 好 等于mid 然后要取的文字 是 这一格 那么再来 其实的位置 就选这一个 然后你要取多少文字呢 可能是三个文字 好 那就是他会取一个A出来 因为我是从第六格开始取嘛 那假设我前面这个Find的程式的起始位置是2 啊 就空白好了不打 那他就会取出ANA 好可以去做搭配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写成两格 那当然你可以把 这里面的程式呢 把它并到 这个中间这里 这样子也可以 这样子他就会缩成一个 所以这些数字可以传来传去可以 以供各位去做运用 就看各位想要达成什么目的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所以我 就是固定取出三个文字 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呢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like 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谢谢各位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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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